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說 公務員加身是要整體考慮 不應該將警隊或者個別部門分開處理 又說自至上個月底 被捕的41個公務員有31人已經停職 汪書梅報道 自至上個月底有41個公務員 涉嫌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 當中有31人已經停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說 只是佔整體公務員極少數 他有拒絕透露當中 有沒有紀律部隊人員 將公務員停職是基於公眾利益的理由 是因為考慮到公務員違法之後 如果他回到他的工作崗位 是不是繼續適合他行使 他公職的權力和職能呢 立法會財委會會議 民主派議員繼續要求分拆討論警隊加薪 並且引用財委會會議程序第19段 傳召警務署署長鄧炳強出席會議 羅志光表明反對 他強調公務員加薪是以整個公務員的團隊去考慮 沒有理由偏離這個機制 有線電視記者黃雪梅報道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我們來看宰明反對